嗨,大家好,我是Roe 今天很高興,真的很高興 一早醒來發現有多了幾個追蹤 我覺得要從迪卡轉到Youtube真的很不容易 很難會讓你想要點進影片來看 然後我覺得每個人點進我的影片來看 我都很感謝你們真的能夠這麼相信我給你們的建議 然後也相信我的塔羅派 那也很謝謝你們這麼支持我的 不管你是直接用Youtube的頻道點進來的 或者是從迪卡上面看到我的文章 然後點進來我都很感謝你們 都很感謝你們能夠花費你們寶貴的時間 然後來看一下我的頻道 那一剛開始我都會先廢話一下 那如果你不想要聽我廢話的話我都會放時間走 然後直接跳到選項沒有關係 對,總之就是想要開頭先表示一下我的感恩之心 真的,對,我真的覺得很不容易 因為其實我前陣子也剛從失戀當中走出來 然後我當時候情緒也是很不穩 就是很執著啦 我覺得人真的對於感情方面真的是很執著一件事很可怕 因為我之前本來也是一個蠻理性的 不會被情感衝往我的腦袋真的衝住 可是因為我還算很年輕 我真的是有時候太衝動了 對,所以會導致說 我的感情上的那個衝動很可怕 對,然後連我自己以前都不知道我有這樣的一面 所以如果說今天你是來談第一次的感情的話 那一定會放很多很多的心思 所以你看我的頻道 我就給你一些建議 因為我自己也會從我的塔羅當中得到一些建議 然後我覺得那些建議都是對我有幫助 那我也希望說這些建議能夠給更多人知道 對,所以如果說你覺得還不錯 然後你身邊也有人就是也是這樣的困擾 你可以跟他們說 好,然後請他們看看我的文章 或者是影片都可以 就是得到一些很溫暖的建議 我覺得就已經有些幫助了 對,就不要太呈現在其中好不好 對呀,然後再來我要講就是大眾占卜 一樣就是這個都是蠻比較偏大眾的選項 所以說如果你的個人資訊有些真的不太準的話 就是每個人的感情狀況都不太一樣 因為那種感覺有很多種原因成效都聚集在一起的 所以不一定說每個狀況都會符合你 不過通常大部分都是會差不多50%到80%之間是吻合的 可是剩下的20%你可能就是要再看看你的自己的狀況 然後去再去思考我要怎麼去改善這樣 對,所以說你不能做完全都聽這個塔羅的跟你講 你也要去透過自己的個人情況然後去連結一下 看說到底是怎麼樣 對,然後當然你在選牌的時候 你一定要很care很專心注意力 你不要邊跟朋友講話然後邊看到什麼就選什麼 好不好 就是你的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在我今天跟你講的這些卡上面 你才會是一個有效的一個雙向溝通雙向占卜 OK 好 那就是以上這些啦 然後今天測的主題呢就是在三個月內 會不會有機會跟他符合 雖然說三個月內算蠻久的耶 真的蠻久的 可是 因為如果講一個月內的話 那個 沒什麼好期待的啊 三個月內你就會時間比較長 你會有一種比較想要期待的感覺對不對 好 然後 現在呢 牌面上有五組牌 我今天幫你們抽了五組 然後我希望選項多一點 對比較多人的狀況是有吻合到的 然後從這個左邊開始呢 就是第一組 然後二三四五 好 左邊這樣數過來 那我們先從第一張牌開始 好 然後如果你還沒選好的話 或是你想回家選就先按個暫停 然後呢 先選好 靜一下心 好 去想一下這個對象 跟你的一些連結 跟你的一些互動 然後想一下他這個人的臉 想一下他的名字 想一下他 好 全部人老大都在想他 然後再專注在這張牌 你拿哪一張最吸引你 然後哪一張讓你覺得心靈有互動的 就是那一張 OK 好 那我們先解第一張牌囉 好 選到牌組一的朋友呢 來 首先你 我先講你 你這個人應該是很喜歡自己做決定的一個人 就是很有主見 然後很專權 就是你也很喜歡挑戰性 然後 然後 你是那個就是有點像 你想要做什麼事你就一定要去把它做到 然後對方一沒有順你的意 你就會去想要叫他往你的想法走 就是你很想要攬著他走的那種感覺 那對方也是那種好好先生啊 就是你講什麼就好好好 就是都會讓著你這樣 你說什麼都OK 我就是讓著你 因為他本身就是蠻隨向特質的一個人 他就是看你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然後他就是隨著你的想法去轉變他的想法這樣 可是你們的關係就是這樣久了久了 因為你一直在控制對方 然後對方也一直說被你控制 可是久了他會覺得有點累 因為他沒有自己的想法 他開始覺得說自己好像怎麼就是沒有辦法 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因為都被你控制住了 對 然後他久了就會覺得累啊 對啊 誰會喜歡一直被人家控制 那他久了當然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都沒有辦法做自己的事 我都一定要聽你的 就是喘不過氣這樣 所以這邊你看 他都是給你很 就是很多 你給他很多壓力 對啊 這些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人後面的 的那個權杖 然後這上面的劍 都是你給他的壓力 他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他很想要 就是從這個環境中跳出來 想要改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我都不能做自己的事 然後 他目前會跟你分開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樣 他覺得壓力太大 所以他想要先喘一下 然後去想一下 對 那 他目前的狀況就是想要隨心所欲啊 對 他目前還沒有想要付出行動 目前還沒有 他想要先自己喘一下 休息一下再說 不過 如果說是以長遠來看 三個月內好不好 三個月 三個月到差不多快要結束的時候 他應該會有想要行動的感覺了 他會清楚知道到底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去行動 不管有沒有負荷 對 然後 這個都是一個新關係的一個階段 之後 你們可能會開始一段 比較跟以前不太一樣的感情 或者是他又重新來找你了 就是一個給我的這種感覺 對 如果要我平機率的話 是有機會可能到達80%喔 那剩下20%就是他可能會在目前他修養的這個狀況裡面想一下到底自己需要的感情是什麼 對 20%不確定 然後80%我很確定他是會複合 或者是他等他自己想好了他就會回來找你了 因為他其實也是蠻情感豐富的一個人啊 他一定那時候也是很喜歡你的吧 對 喜歡到就是他覺得他自己 太讓著你了你知道嗎 太讓著你了 所以很高機會會複合啦 等他自己想好才會 因為他真的是被你傷害重了 壓力太大喘不過氣這樣 好 那我先抽一下那個你們的關係建議牌齁 好的來這是我剛剛幫你們抽的一個建議牌 首先我必須再講齁 你們兩個真的是很有化學效應耶 你們兩個有很強的連結 可能你有很多特質吸引到他 然後他也很多特質吸引到你 可能是在你 因為他自己本身在感情上就是揉落的嘛 就是比較喜歡聽你的 所以他很喜歡那種專權霸道的女生 對 可是我跟你講水象特質的人都很奇怪 他雖然喜歡你那種專權霸道 可是又想要有自己的空間 你知道就是一種怪態 因為我自己的水象 我很知道水象人在想什麼 他們覺得很喜歡那種控制他 然後給他那種很強烈的 保護的那種感覺 可是在此同時 因為他是男生 或者是他今天是一個女像 或者是他今天是女生 可是他的國王特質很強 他很希望在你們的關係當中 他是能夠又有保留自己一種空間的人 很奇怪真的很奇怪很討厭 所以他會覺得你控制太多 也是覺得他可能真的是被綁太緊了吧 受不了了 可是在你們之間 他覺得他是感受得到這種這種情愫的 他覺得很爽耶 天啊 你們之間的連結算滿神的 對啊 這種感覺通常應該是不容易忘的喔 畢竟他是水象國王 他是很不容易忘的 不會輕易忘掉這種感情 然後我想要請你相信一下 就是反思都有他一個週期性 也就是說會有衰退期 可能你們這個練期 對 然後之後就有磨合嘛 我不管你們現在是不是在磨合 或者是到這個練期就停了 還是已經到一個折損點 反正什麼事情都有他的週期 你不要去難過現在為什麼他都不理你了 或者是斷練或者是怎麼樣的 因為很多事情都要等他到一個階段 才會重新再開始 就像這一張 就像這一張 很多事情會 他自己壓力還大周 然後他想一想又會再回來 就像後面的這個光一樣 他又看見曙光 然後又看見你們彼此的機會 才會再回來 所以說 現在其實是蠻好的一個讓你休息的 對 也讓他休息的一個狀況 對 那通常一定要有一個人先休息嘛 然後之後才會進入更好的階段 難道你想要一直就是階段就這樣 然後沒有什麼太大的承諾 或是怎麼樣 因為你談感情 你應該也算蠻認真的 對這段關係 所以說 你都進來點了 那你就希望說感情能夠到一個基準點嘛 就是他能夠給你更高的承諾 什麼之類的 對啊 所以如果想要進入那個階段的話 你們必定也要經過現在的考驗 然後Path Life 然後我請你就是 不要就躲在自己的洞穴裡面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不要都太感傷 然後把這些過往的這些回憶都給他埋起來 可是其實你傷口還沒有癒合 你還是會偶爾會想到對不對 然後你就強迫自己去忘記 不需要 因為這也是你其中的一部分 Part of you OK 然後這段關係 我希望你還是能夠把它記在心裡面 對 有好的有壞的 不過這個都是人生的酸甜苦辣 我覺得很值得你去記的 對啊 然後我希望你能夠去反省一下 反省一下到底在這段關係中 你自己到底也做錯了什麼 為什麼會讓他變成現在這樣 為什麼 你說你是不是真的管太多了 或者是你真的把他壓得喘不過起來 到底這個原因是什麼 然後我希望你去改善 那改善之後呢 你才可以 你們才會有更進一步 當他回來找你的時候 他不會想說你怎麼又還是沒有變 對 所以才會有更進一步的約定 他才會再繼續跟你 就是有下一步階段的新開始 應該決定就是約定嘛 對 就是你們會到一個比較 比你們現階段的感情 再更提升一個層次 才會再更深化 所以到那時候我希望你也是有改變的 不要又像以前這樣 就是有點專權霸道 偶爾你還是要弱一下 柔弱一下好不好 這樣人家才會舒服啊 然後我這邊 我剛突然有種感覺是 這個人不一定是你耶 這個人有可能是對方 有可能對方很專權 有可能這一方 他雖然這一張卡 雖然是指女神 就是指女方 可是有可能你在看的這個影片 你是男神 所以說剛剛的那些情況 你就要重新思考 這個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指你喔 這一張卡有可能是指你 你好像管對方太多了 然後對方是一個 國王 是一個女性國王 對相反的他反而是情感上比較 比較柔弱 對啊 然後很喜歡你專權制裁 可是他被你綁太緊了 所以說每個條件 每個人在看的影片 都不一定是完全吻合的 你要去對一下你們的性別角色 然後再對到我的建議 好不好 因為我剛突然有個感覺 就是可能看到現在 你會覺得很困惑 什麼之類的 好那如果說沒有困惑 然後真的是你就是女生 然後比較專權的話 那我們就繼續講下去 然後這張牌 Dance 我希望你能在這段期間 他療養的時候呢 你也能夠去享受誕生 對你應該很久就是沒有 一個人的感覺了吧 雖然說這個是讓你感覺很差 突然什麼關係之類的依賴感 都沒有了 可是這個其實是一張Dance牌 就叫你真的要去享受 目前的這些 你所遇到的這些情況 然後去Enjoy在那個裡面 對啊 那因為我覺得除了談戀愛 應該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因為畢竟可能看很多大學生嘛 那就是有課談 或者是朋友之間交際還是要顧啊 對不對 所以你就是在這段期間 你先去多去跟朋友 多去跟外面接觸 然後自己也調整好自己的心情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 他自己想好他一定會回來 他一定會回來 OK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下一張牌 然後這一張牌 我是希望你不要被這段感情 現在的狀況給傷到 你不要去傷及到你的自尊心 或者是你不要去傷到你自己 其實很強的那一面喔 對 我這樣講是說你 我剛剛跟你講的 你很 你很專權你很霸道 可是在某方面來說 這算是一個蠻好的領導者耶 對啊 你不要去 因為這樣這段感情而去影響到你現在目前的人生生活 我希望你 因為你是一個還蠻有主見 還蠻有看法的一個人 所以呢 不管你今天是男生過女生 都不要因為這樣 然後而改變自己的行動 或者是不對人生的一些觀點 對 你還是可以照著你目前的想法來看 可是在感情方面 你卻要想一下 跟他的狀況到底哪裡是需要提升 哪裡需要改善的 所以不要因為這樣 然後而去改變你自己 好 以上 就是我希望給第一張牌的建議 然後 對啊 就是過不久他應該會回來找你啦 等他自己想好前提 對 然後希望在這段期間 你自己也能夠有生活 有提升到一個點 我知道很難 你現在可能是在情緒當中 那 也 也不要難過 真的 不是不是不要難 我在講什麼 一樣也是會難過 也是會難過 可是難過之餘 我不希望你一個人 我希望你是能夠多去找別人 好 在聽我這個這個建議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種療癒 你可能在聽我建議 也是在找我啊 也是找我去傾聽需求嘛 所以既然你內心都希望得到一個建議 你希望有個希望的話 你就不要死在那邊 不要死在那邊 來看我的影片不要死在那 我就給你建議的 你就是朝我的建議去做 人生一定會有好的方向 不要躲在自己的被窩 然後或者是躲在自己的安全去 所以這樣就是沒有來打擾最舒服的 就是不要這樣 好吧 然後 OK 以上 如果覺得你覺得很準 有說到你自己的個性或感情的話 麻煩幫我按個讚 或者是訂閱一下頻道 然後分享給你 覺得你需要的幫助的朋友 好不好 那 以上的話就是這樣 然後有什麼需求 或者什麼問題都可以留言給我 會在盡量的範圍之內對你做一個解答 好嗎 那 從 我希望你能振作起來 好不好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進入到選擇二囉 好 再來是我們抽到第二組牌的人 嗯 這一張齁 你們兩個的關係目前會這樣 好像都辦是因為現實層面的問題而分開 而不是因為感情上面的 有感情上面啦 你們可能之前就是溝通不太順利 或是怎麼樣的 就 講不太通 或者是他因為經濟關係 所以導致他不得不先離開你 然後先處理他別的壓力 因為他其實在顧你的同時 也要顧他自己的經濟 感覺就是他 他目前需要很多負擔 他家裡的問題 或者是他 對他自己人生的憧憬 他希望能夠賺多一點東西給你在物質上面 他需要給你多一點點的層次需求這樣 然後他就是壓力很大 你看 這張壓力大到他真的是做夢都會下行 然後睡前也會想一下 然後醒來 哇靠 然後又會想一下這個現實 天啊 這覺得很喘不過氣啊 對啊 他可能覺得他自己在很多物質方面需求 沒辦法滿足你吧 所以你可能會跟他要求一些東西 然後導致你們溝通不良 可是他其實也很 他有在意到這一點 對 他有想到這一點 他希望說他是能夠給你 oh my god sorry 真的太sorry了 剛剛突然我朋友來電 然後導致我 中途斷掉 氣死我了 我剛剛講的真的很爽耶 好 我們繼續 剛剛他就是想要給你一些物質上面的層次 就是想要給你一些你 真正你在要求的東西 他真的是想要給你的 只是他目前來說他沒辦法邊顧感情 然後又邊顧你 所以他其實壓力很大 所以目前的狀況 他就是想要對你對這段關係 先休息一下 先去拼別的東西 拼好了才有資格 他有資格站在你身邊嘛 對不對 然後 你們這可能是有點溝通不良 有點溝通不良 如果沒有這個狀況的話 那就是說 他解決他自己的問題之後 他會再回來找你的時候 你們就是溝通很順利 而且彼此都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對 然後他也會給得起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他覺得這段關係很平等 他覺得說 哇 終於說我的努力 我的休息 這段期間的壓力感情是有值得的 對有值得的 對 如果說 你們的關係不是建立在金錢上面的需求 而斷掉的話 那就是說他目前就是其他方面的壓力 他暫時沒有辦法兼顧 那等到他把那個壓力解除之後 他自然會回來找你 對 不過我這邊看來 應該是真的是因為那個金錢的問題 因為他這邊出了好多張 不是好多張 就兩張剛好很多錢幣 就是在講他的原因 所以說 他自己用好他的事情 他就會回來找你 然後到那時候 他賺的也比較多一點點 然後能夠跟你平起平坐 能夠要求達到 達到你想要的東西了 所以這算是一個蠻好的 你就等他吧 你就等他 對啊 他應該是 他是會回來啦 而且你們會 就是溝通很順利 然後也會達到你想要的事情 他目前就是因為覺得達不到你想要的需求 所以說 會對你比較 冷淡冷靜 然後想要遠離你 就是 先把自己的東西用好 不過他對你的感情是不會放掉的啦 因為畢竟他壓力都大成這樣了 就想必這段一定是讓他很難以忘懷的一個經驗啦 好 然後目前就先這樣 那我們來抽一下建議牌好了 OK 我剛剛抽完了你們的建議牌 我想說的是他真的是 對 值得你等待的 對啊 他目前就是為了你們的未來的努力 真的 它是值得你等待的 而且很 你可以很放心的去等啊 很放心去等 然後在等的途中呢 你現在可能因為會覺得對他的離開而感到很難過 然後很多事情都變得不是原本的你自己的 所以這張牌是希望你要保持自己 然後把你原本的你 原本的你其實是能力很強的人 就是做什麼事情都閃耀的那種人 那原本的你也在領導人家方面 是一個很積極很正向的人 可是可能因為你 目前感情遭到的狀況 而導致了你一蹶不振 然後對很多事情都放掉 可是我希望你不要這樣 就還是做原本的你自己 因為他當初喜歡上你就是原本的你啊 所以如果說因為你感情的方面 然後導致你開始失落 或者是變得不像你了 那請問他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努力 他是為了你而努力的 好嗎相信自己 然後在這段關係當中 你也會得到成長 在你們分開的這段期間 你是會有所成長的 因為你會開始意識到 不能再那麼幼稚 一直總是要求別人 或者是說跟他講太多東西 對啊你要有自己的能力很強的同時 然後我希望你能再提升自己到某個層次 然後讓你們的關係更加穩定更加加強 OK 然後這張牌的話 他最後一段話我覺得寫得很棒 他說 Blessing on coming to you 就是當你把這些事情把自己躺 提升到一個層次之後呢 祝福就會來的 OK 也就是說好的事情就會來 所以說到那時候 你們應該有提升到彼此 都提升到一個狀態 他提升到他自己覺得能夠給你的東西 等那個狀態的時候 他就會回來找你 然後那時候的你 也會變回原本的你 就是原本閃耀動人 然後有領導光芒的你 那這不是很好嗎 對啊 你們現在就只是在做一個退休 然後重新接上力量的一個狀態 重新重新再插電一下 對啊 再充一下電 然後等到充飽電呢 人家就會找你了 然後你也會有能力去找別人 對 所以就是很棒 雖然說目前的狀況 你可能會讓你覺得很難過 只是不用擔心 真的 聽下去我的建議 還是要做回你自己 對 如果說你不做回你自己 那他到時候他會來找你 你不是你那個的 那他還會想要去找你嗎 對啊 你不希望他找別人吧 但是希望找你啊 因為找到你 像你這樣的特質的人 其實也蠻難找的 所以他應該也尋覓了很久才找到你 那他現在就是覺得 他目前就是覺得 呃 他配不上你啊 他想要去再去多一些物質上面的層次 再做一個加強 或者是他目前的狀態 他想要再多一些些的關心 多一些些的能力去保護你 或者是加強 跟你之間的關係 那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才會努力下去 那當你迷失了自己 他在為什麼努力 你要去想到這一點 所以你要去成長 去不要再那麼幼稚了 不要再再就是像以前那樣 OK 好 那你覺得有用的話 按個讚 訂個月 然後分享給你覺得很需要的人 好 覺得說他好像也需要我的幫助的人 那就可以歡迎推薦他來看一下我的頻道 然後或者是看一下我底下上面的文章都可以 然後 嗯 目前就先這樣啊 然後如果你有覺得想要什麼問題 又可以留個言 那我會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回答你 好嗎 好 那我希望你能增落起來 然後 做回你自己最耀眼光芒的那個樣子 OK 好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進入到選擇3囉 好的 我們回到選擇3 哇 選擇3 這邊突然給我出了兩張不一樣的人格特質牌 而且都很都很強的那種人格特質牌 我不知道是指兩個人 你們兩個人 各別擁有一個是他 然後另外一個人是他 還是 你是兩張特質 或者是對方是兩張特質 我不太清楚 那我先解釋一下這一張 這張是你或者是他 或者是你們某一方擁有的特質 就是那種很愛淺 對 物質方面的需求 需要達到一定的層次 對自己的要求很高的那一種 對 也很強勢 因為這兩張都是國王 都是很強勢的牌 要嘛就是你們兩個人都很強勢 要嘛就是其中一方 超級強勢 然後愛淺 然後又喜歡自己決定很多東西 對 不然就是分開狀況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 今天這兩張牌 有可能是分別代表你們各自的狀態 也有可能是兩張牌都是指你 你 或是兩張牌都是指他 那我現在先告訴你意思 就是剛剛這張牌的意思就是這樣 然後這張牌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特質呢是他很判斷力很強 然後喜歡自己決定東西 然後很冷靜分析冷酷的那種感覺的人 所以說 我不知道是怎麼樣啦 怎麼樣的一個概念 我不知道是到底是指誰 只是說你們的關係 兩個人都很為了自己的未來而在衝 事業心還蠻強的 對啊 然後也很強勢 不管是在某方面都是 都是很強勢 所以導致說 你們可能彼此交流有點受阻 因為都太強勢了 然後會有一種心放在 對 你們會被彼此有一個戒心 就是怎麼講 你們好像很少心靈交流 然後很少靠近彼此去坦蕩傾聽一些東西 對 好奇怪喔 因為你們兩個的人量都很強耶 力量都很大啊 所以說力量大的人兩個碰在一起 也想必 那個外殼很堅硬啊 很難突破到彼此的內心心防世界 對啊 所以說他或你可能在考慮要不要繼續這段關係 然後他就是先把 他或你會把自己先調起來 先把自己調起來 就在想一下到底現在是什麼這樣的一個狀況 對啊 他到底是要選擇事業呢還是選擇你 對不知道 因為這是太難決定了 他在這個很多方面都是很強的一個企圖性 包括你 或者是他對視野都是 所以他在想要怎麼兩個兼顧呢 還是就放棄其中一個 對 他還目前是還不太知道 所以說你要問我付的機率嗎 這邊也很難講耶 他還沒有決定耶 你要嘛你很強勢 要嘛他也很強勢 對啊 然後心靈交通無所主 好吧 那先給你們建議一排好了 光從這邊來看 真的是很難分析 說到底有沒有機率合在一起 還是你們目前的關係狀態怎麼樣 好 我抽一下 好 我只能先跟你們抱歉 這是抽到這一組牌的人 負的機率 三個月內其實蠻難的 對啊 狀況 狀況目前來講是 不太可能 因為你們的分析這樣來看 目前的分開對你們兩個來說 都是彼此最好的選擇 不管以各個層面來看 然後你自己其實也蠻坦當 接受重心情的耶 跟好像其他主牌不太一樣 就是覺得很煩耶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然後就是自己說在那邊 可是你們好像不太是 因為你們有一種特質 我覺得還蠻強的 你們很有洞察力 而且很愛自己 所以你們會去知道說 到底目前狀況 是好還是壞 你很清楚 而且你也很清楚的 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 不需要我來建議耶 就是你在感情上 其實沒有太多的 你沒有說 真的是崩潰到一個程度 對 因為你還是會把自己拉起來 你是那種很堅強的人啊 對啊 所以就請你放寬心胸吧 對啊 放寬心胸 因為目前你這個對象 真的是跟以前的人都不太一樣啊 open mind 就是 嗯 他真的跟以前遇到的人不太一樣 難得遇到跟你一樣強勢的人耶 所以說 你們就很有吸引力 因為很像啊 你們就很像 都很有強勢 然後又很有洞察力 然後都比較愛自己一點點 所以會導致現在的分開 真的是沒有辦法 就是一定會遇到的結果 因為強碰強 然後硬碰硬 一定是會遇到所有一個狀況 那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你們就是要先消化一下 然後彼此冷靜一下 之後再行動會比較好 對 然後你對自己 或者是他 都要溫柔一點 好不好 都溫柔一點 不要太強勢了 有時候強勢真的太死了 對啊 Be gentle Be gentle 那 對 然後你問我說會不會符合 在一個月內來說 這邊 也不是說不會符合啦 只是說目前的狀況 真的是對你們來講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牌組這邊沒有跟我說 會不會符合 會不會符合 他沒有跟我說 他只是說 你們現在分開是必然的 一定會發生的 所以說不要太擔心 你就放寬心中去接受這個事實 然後我想應該也是蠻放心去接受他的啦 你就是不會像其他牌組很難過 真的是難過到一個徹底 然後說在那邊跟一個小女生一樣 沒有 對啊 所以我這邊建議牌應該也不用跟你太多 我知道是要跟你講 你還是在做自己的同時 你要去放寬心中 面對自己或面對他的人這樣 好 那以上就是選到選項3的人 對啊 沒有什麼要建議 你真的是還蠻屌的一個人 好啦 那如果覺得準的話 你就幫我按個讚 或者是追蹤一下 然後分享給你覺得你需要的一些朋友們 然後讓他們知道 然後聽到我的聲音 他們會覺得終於又有一個建議 然後也 對 人事方向有比較一個大概清楚 對 感情方向 在感情路上 那如果你想要留個言 然後讓我知道你的狀況 或者是覺得準的話 都可以跟我講 然後我會再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留言 然後給我 然後讓我知道 那我在一定的範圍時間內 都會回答你 好嗎 好的 那謝謝你的觀看啊 然後以上就寫到選項3的人 那我們現在就轉到選項4囉 好 來選項4的人 我 真的很 恭喜這一張 這一張 應該是我目前抽到的算蠻好的牌 這是一定會符合的 一定 而且這個是受到人家眷顧 然後受到上天幫助祖父的一段關係 所以你們現在 我不知道 這邊這邊沒有說為什麼你們會分開耶 他這邊的牌組只是跟我講 你們會符合 他沒有跟我講 你們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 反正這一張 好 受到上天眷顧 放心 真的 你們現在想的事情 毋庸置疑的 沒有大愛 OK 然後你們兩個目前都在前進 都有各自的一個目標在前進 那你們不管是你 或者他的目標 或者是 你們兩個目前的感情狀況 其實都有得到一個前進 推勝的一個效益 所以說一定是很有希望 再重新在一起的 因為我這邊看到兩張星星牌啊 星星就是代表希望啊 一定是有 而且你們彼此的感情應該也還沒有停啊 就是還在繼續上中 然後你們兩個的關係都是受到上天祝福的 OK 那 可能在這之前你們的關係真的是 很糟很糟 好 因為這一張牌 它是在 就是讓我 呃 是壓力蠻大的一個狀況 可是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你們現在就是感情有 事情有在推移有在轉變了啦 就是希望已經會來了 對啊 希望這三個月內是一定會有希望的 放心 對啊 哇 這邊那麼多希望牌 對啊 應該是不用多講什麼 這一張牌應該是我解釋最少的一張牌 因為很有希望 沒有什麼太需要建議的 好 好 不管我還是抽一下等一下的建議牌 那我只是先 就單 維特牌告訴我 就是 很棒 有希望 三個月內 沒問題 OK 好 那我先抽一下建議牌 這個真的是我講解最快的一張牌 沒有什麼太大需要講的 好 來 這邊是建議牌 這張讓我感覺 真的是有 有一點點知道你們發生了什麼事 感覺他做錯了什麼事情 然後你很惱火才離開他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是你做的事情 然後他很惱火才離開你 對 不過我想要請你就是 保持 Keep an open mind 哇跟上一副一樣 因為這個對象真的是 跟以前的對象也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保持就是開放的心態 去接收目前你們的關係 因為你們現在就是會有希望 一定會有希望而來臨 所以說 在這段期間 都有希望一定會有絕望 所以這段 這段比較冷靜的關係 真的是一定會經過的 對啊 尤其就有落 尤其就有落 你看 There's no dunk without light 我知道有點不太清楚 對 對 There can be no light without dunk 就是既會有光芒 一定會給你黑暗 好不好 光芒跟黑暗是同時並存的 所以說 希望跟絕望都是會出現 那你現在目前的狀況 可能是在絕望當中 那沒有關係 希望會來了 好不好 好 你還是請你有一個想像力 Imagination 好 請你有一個想像力 然後相信自己就是有無限的可能 對 相信這段關係是無限的可能的 然後在同時呢 也 Give your relationship a chance 就是給彼此一個機會啦 給彼此一個 向前衝的機會 給彼此一個希望的機會 不要把它變成絕望了 好嗎 然後 forgive your learning 我不知道現在是到底什麼狀況 感覺就是 你要去學會 釋放一些東西耶 就是把一些東西放掉 不要再看著那麼重 或者是他需要釋放一些東西 然後去學習 才會有一段新階段的開始 對啊 然後很棒的是 我一直抽到這一張 我本來想說把它收回去 然後他又跳出來 True love 真的你們就是第一次在找的那種對象 很很很確切的愛情 真的 彼此在找的那種 然後這邊就是最後一張 他就是跟我說 A gift or money is on its way 對 希望正在他即將走來的道路上 所以說你不用太擔心 現在目前的狀況到底走到哪 反正三個月內 一定回來了好不好 我一定回復好了 OK 哇這組講超快 真的是 建議真的是不用太多啊 就是很有希望的一組牌 反正有希望應該就不想要聽建議了吧 不過還是希望你能 對啊 就是一樣保持自己啦 好不好 然後 不要太悲傷 OK 希望我的建議是有幫助的 然後 如果覺得有用的話幫我分享 或者是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個喜歡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留言給我 然後我都會盡我能力範圍內回答你 那你覺得有身邊的好朋友 有朋友 需要類似這樣的建議的話 那你就請他來看我的頻道 然後分享給他 對 那大家都知道 然後或者是看到我的抵抗文章也可以喔 然後 就先謝謝你來聽我 那邊拉賽拉講廢話講建議 好嗎 那沒有問題 我們就要進入最後一組牌囉 第五章 好的 我們來到最後終於第五組 那 首先呢 我想要先一樣恭喜你們 有機會 你有機會 那我一樣也有需要建議提點的地方 好 那 你或他是那一種 一樣很決斷 然後喜歡挑戰新東西 而且直覺力很敏感 的這種人 那我不知道是你還是他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女方啊 應該是女方 對 女性特質比較強的那一方 很 善謀決斷 然後 喜歡挑戰 齁 當然 讚有欲很強 對 讚有欲很強 感覺就是你女 好像是女方 讚有欲比較強欸 讚有欲強到 你就是覺得好像什麼 他什麼事情給你的 你都沒辦法滿足 然後 你 因為讚有欲太強了 所以只想要管感情 然後人際關係還是什麼 都疏遠了 對啊 感覺就是你迷失了自己啊 你在感情當中 迷失了自己 然後對方 或者是你 是一個還蠻多情 偏偏君子的那種人 只是呢 感覺還 對還蠻多情的 只是 他在你身上看到了他想要的特質 就是他覺得你是那種可以分享 彼此夢想的對象 可以往彼此目標前進的對象 對 既然你的特質都那麼強了 對啊 想必就是比較 有很多強烈的特質吸引著他 所以你們才因此而結合 因此而成為一段情侶 可是 你目前狀況來說 我覺得是你 你或他站有欲太強 導致這段關係的分離 對 就是因為感情 太注重感情了 然後 沒有在注重別的 那一旦你Focus在某件事情 尤其是感情 尤其是感情 你就轉 管太多的話 通常都會迎來一個分離 或者是分開的結果 然後 不過 雖然說狀況 我不知道你們分開 可能真的是因為這樣 原因還是別的 不過是有希望的 因為你彼此的感情還沒有斷 因為還是內心都很相通啊 奶度啊 然後你看這邊又有太陽 然後又十勝杯 很有希望耶 那甚至可以成家立業 就是很富裕的一種狀況啊 到最後你們彼此都能夠互補的狀態 然後心靈也想通 所以說 哇 這一副牌也不太需要講什麼耶 畢竟他都會回來了 好吧 那我們先抽個建議牌 我們再看看好了 好來 我抽完建議牌了 很有趣的是喔 我分別在兩個不同的牌 抽到了請朋友幫你耶 Friendship Let your friends help you 你可能真的是站位太強了啦 不然是對方 就是站位強到都不去理人際關係 都不去管你的社交 這是管感情的 真的 你要釋放自己 讓你自己有freedom 有空間去傳一下 或者是對方 對啊 你也總不能多管感情吧 你的社交情況也顧一下啊 拜託 拜託姐 我跟你講啊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這樣 就是在談戀愛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是雙魚座 所以我一定會放很多心思在對方的身上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在休學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上班 然後情況就是我很黏著對方 就是在下班 我就是想要黏著對方 那對方當然會覺得喘不過氣啊 因為我太想要積極的去佔有他 你知道嗎 因為下班就很累啊很空 所以我就很想要懶得去找朋友 所以朋友找我都會推掉 我就說我有實在怎樣 然後漸漸的 因為我也休學 所以跟他們的狀況我越來越遠離這樣 所以我不希望這樣 因為你知道朋友很重要喔 當你困難的時候真的會來幫助你 因為他們真的來幫助我 我都沒有跟他們講我感情上面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在最後那一刻 就是我真的需要幫助的時候 他們有幫助我 即使我沒有跟他們講 是我的男朋友跟他們講的 然後他們就是還是一樣像朋友一樣回來幫助我 所以我跟你講朋友很重要 還是要建立好朋友關係 到時候沒人幫你真的是很可憐耶 好嗎 朋友關係真的還是要建立起來 如果你想要聽我講我感情事 我可以再下一篇講 不過你要留言 然後按個讚 讓我知道 讓我知道你想要聽 聽我的周折 然後為什麼會碰到塔羅這一塊 總之呢 真的請朋友來幫你 好不好 不要把朋友都推開了 你要相信這個真的是一個階段的喚醒啊 對啊 你目前會這樣的狀況其實真的 是一定會來的 就跟前幾張牌都抽到Cycle是一樣的 這就是一個週期的喚醒 你看現在就是剛好 快要過一個新的階段 新的一年了吧 所以說很多舊的事情 你必須要去丟掉 然後舊的吸管也要丟掉 換成新的一個你 那當然這些階段 才會有一個新開始 ok 然後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就是在這段 你們兩個的沉思 經過這一段的冷靜之後呢 你們也會越來越了解彼此 你看 就是你們心靈是交通的 然後我不知道你們什麼時候會再去見面 還是再聯絡怎樣 可是到了那時候 我相信你們兩個都會更了解彼此 而且呢 來我看一下expansion 對啊 就會你們會更了解彼此 然後也知道彼此的心理是在想什麼 好 那這一張你看 This could be the one 他就是你要找得對的那個人 好 而且你已經遇到了就是他 就是他就是會跟你做一個長久遠 比較遠的一個關係 就是走的穩的那種關係 所以他就是你在找那種穩定的對象 然後請你保持正向 保持希望 stay hope 然後look up to the light 往正向的地方走 多去朋友 多去socialize 多去社交 然後呢 對 等待這段關係吧 真的是有希望 有好運來臨的 對啊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解的第一 最後一組牌 第五張 然後 就希望 真的 多去找朋友啦 對啊 不要把他們放掉了 然後 如果你覺得有用的話 幫我按讚分享 然後追蹤我的頻道 那如果你覺得有什麼 別人需要的建議 你朋友之間也有相同類似這種 可以歡迎來看我的頻道 或者是 看我的DKAR的文章也可以 然後如果想要問我 任何問題都可以留言給我 或者是跟我講準啊 謝謝啊 都可以 然後我都會很感激你們 真的 好 那以上 謝謝你們啦 謝謝這一組牌 然後 真的很感激 你們這一次 就是 給我的 這麼大的一個回饋 就是 剛PO文 剛PODKAR 然後就會那麼多人來觀看 對我來說 真的算蠻多人 因為我之前PO甜點都沒有人要看啊 到底 現在是誰啊 廚藝都沒什麼人要看 比較多人想要測自己未來的感情 是不是 好啦 連我自己也是這樣 好 那 如果你想要聽我搶我的廢話 我的感情史 真的是 可以留言給我讓我知道 因為我不確定有沒有人想知道啊 如果我拍了沒有人想看 然後只想要看測驗 那我來講那麼多幹嘛 我講那麼多浪費火水啊 對不對 而且我講話還蠻快的喔 因為 我看有些 大師的占卜啊 我都會想要把它調二倍數 為什麼 雖然說 講得很慢是 很正常的啦 因為在思考嘛 不過我現在拍片 我就是換一個做法 我就是會先看牌 我會先去整理牌 然後看說 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想一下我要跟你們講什麼 然後在紙上寫下來 看我的紙 好在紙上寫下來 我要跟你們講什麼 然後這樣會講得比較順一點點 然後也會很像我之前 很像我跟我朋友講話那樣 就是比較快一點點 然後直接給他們強有有力的建議 這樣是對我來說 算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對啊 不然你會在那邊想 然後在那邊慢慢的 慢慢的 這一張 就 對啊 這樣 就是很慢 我不想要說浪費大家的時間 畢竟人家抽時間來看我這個影片 我就覺得很感激了 然後畢竟我這一次 我又把選項延長到五個選項 因為我希望給多一點的人幫助 然後影片當然會錄比較長一點點 那就是因為建議 我希望可以給你們比較多的建議 就是比較實質方面 可是雖然有些牌 真的讓我覺得很誇張 為什麼可以好成這樣 根本不需要講太多啊 反正機會自然就會來臨了嘛 好啦那以上啊 就不廢話了 謝謝你們觀看囉 那 我是Roe 我們下次再見囉 那如果想知道什麼 或者是有什麼需要 都可以留言給我啦 好啦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